GD在11月6日主动到案配合警方调查 她在面对媒体时坦荡荡 脸上也一直维持笑容 但这样的形象让GD在韩国电视节目上受到许多批评 时事评论家们认为GD敢在调查机关前 笑嘻嘻显得很傲慢 还批评GD都没道歉 作为被怀疑的立案者应该态度要更加谨慎 而不是嬉皮笑脸进警局 但网友们都力挺GD 检测目前是阴性 GD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 如果确实没有吸毒 为什么不能笑着和现场媒体以及粉丝打招呼 GD就连上车的时候也实现90度鞠躬才进去 明明就很有礼貌 韩国也是无罪推定原则 媒体会审宣判才是乱源 难道警察和最先写出独家文章的记者 不应该感到抱歉吗 感觉吸毒案就是在掩盖独岛被夺走的政治新闻 不奔den 完全选择